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想办法让春云做我的媳妇 我相信你 你一定会有办法 春云 妈 春云 你还在想方号名吗 没有啊 看你一会儿笑 一会儿叹气的 妈就明白是什么事了 那个方号名 虽然年纪是大了一点 可是他是一个好人 只不过 不该你的 就不是你的 妈这样做也是为了你好 你呀 就别怪妈狠心 你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啊 你怎么被打成这个样子啊 没事儿 小声而已 你 你不会又去赌了吧 没有的事儿啊 我是遇到了以前的债主 没钱还 当然就被打了一顿了 你们一会儿还要做饭哪 这些家务活儿我来做吧 大月 你到底搞什么鬼啊 你不是说这种活儿是女人干的 你不肯干的吗 哦 那是以前我不太懂事儿 现在想听你们分担一点家务 对了 春月 现在有没有什么我可以干的活儿 最好是当天做就能领些钱的 你帮我问问看 不就是那些补云网挖牡蛎的活儿吗 你不是嫌烦嫌累不干吗 别提了 现在我不挑了 有活我就干 不知道 啊 不 他 这个可不好弄 这个得手手才可以 包大远 你不能硬挖呀 这是有诀窍的 你看 从这后面戳进去 再使劲 刀在里面一转 感觉你把地切断了 这不 木笠壳自然就开了 容易得很 是啊 熟练就好 对 对 对 就这样 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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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手嘛 都烂了 这个不能卖了 你自己吃了吧 我不敢 你吃吧 那你就继续挖吧 可不能挖的都自己吃啊 这个可是大补 要不回去啊 连身十个挖呢 大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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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共做了一天了 觉得怎么样啊 起初不太适应 但后来慢慢也就好了 不过我挖了一整天 还没挖满一筐 没赚多少钱 那么 你明天还继续去吗 你明天还继续去吗 你明天还继续去 你明天还继续去 去啊 这种能当天拿到钱的工作 就只有这一个 为什么不去啊 更何况我刚找到窍门了 舅舅 你那么接着找钱 是不是想尽快还清赌债呢 你们快点吃啊 早点吃完早点睡 明天早点开工 这就在沉睡 不是 有这些 家里的猫 你有什么 你这些 你不ved 有那些 你不 Young 有没有 你不得了 我 你不不得了 我 没有 妈 怎么样啊 我刚刚又去看过了 舅舅真的在玩牡蛎 没有去赌钱 难道他真的转了性子了 要是真的话 那就太好了 要是舅舅他真的改过的话 那我们就有好日子过了 别人不知道 我可是亲手把他带大的 他不可能突然间就转了性子 不会出什么事吧 淳于啊 有时间帮我去看看你舅舅 别让他出了大事啊 舅舅才坐了两天 怎么就溜了啊 我就知道 他一定是赚了两天的钱 手又痒了 又要去赌了 卖灯了 大红灯了 奇怪 这里又没有赌场 舅舅来这里做什么 来 买包子了啊 买包子了啊 那掌柜的 掌柜的 你走吧走吧 出去 掌柜的 出去 掌柜的 我求求你了 我知道这点钱不够 我求求你 先让我把这班纸赎回来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 你就拿这点钱就要赎到 这些钱连力气都不够 你这分明是抢啊 不成 你凑齐了钱再来说话 掌柜的 您挣这么多钱 也不在乎这点小钱了 这个班纸 是我姐夫留给我姐姐唯一的纪念 要是没有他 我姐姐活着都没有意思了 我求求你 先让我把这个赎回去好不好 我求求你好不好 我求求你了掌柜的 求求你了 你就是磕破了头件没有用 这是规矩 求求你了 我们不能这样就让你赎了当 你交了力气 我再晚十天留当 我只能这样通融你 掌柜的 我求求你 您就高抬归手吧 我 我姐姐她受寡多年 她含辛茹苦地照顾她女儿还有我 您就给我一次机会让我赎罪 您别让我抱憾终身哪 掌柜的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我已经够通融的了 你再不管 我连你力气都要狡图 掌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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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姐呀 我真没用啊 我没用啊 我连班职都输不回来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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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卖鞋 我 我卖完一家医院 再卖另外一家 我一定能挣到这些钱的 是 我 没有 所以多用 干什么 干 autonomous 我 你 好 哦 有 应该来 舅舅真的卖了三大袋的鞋 这样冲下去 会要人命的 他到底在急什么 好好做事 总赚得到钱 输归罢得班值的 他到底在急什么 好啊 春云这死丫头 我苦肉鸡都是到这份上了 你真想让我婆婆抽血抽死啊 竟然还不来帮我 你也真够狠心啊 买了这么多血 就只挣到这么一点 还是不够啊 我该怎么办呢 没关系 我再去迈 再多抛几家医院 铁武绝人之路 我一定得撑着 撑着 帮他尔袁 怎么脸色这么难看呢 三天时间就要到了 你的钱准备好了没有啊 还有半天 半天之后 我一定去熊悦的坛口 给他一个交代 让你也跑不了 熊爷看你孤儿寡母的可怜 多让你活三天安顿家事 你可千万别辜负了 熊爷的一片好意 可别教你把人抹油跑了 不会的 弟弟 我就算是爬 也一定要爬到熊爷的面前 给他个交代 这样就对了嘛 做人要讲信用嘛 像熊爷这种大好人 不能让你们总乞义服啊 总占便宜啊 记得 天黑来藏口报到啊 听清楚了没有 三天 三天这么够啊 我要到哪儿去弄钱 才能换回姐姐的班质啊 我敢怎么办哪 马无野草不肥 人无横财不负 我 我豁出去了 我一定要再干一票 兴许还有机会 以后把我给你打掉 我一票 发生了 长官 还要不认为 还要不认为 做什么 这刀子 哭了 给多多多艺足 织业 来 谢谢 谢谢 大爷 慢走啊 瞧一瞧 看一看了啊 舅舅想干什么 他已经躲在那儿半天了 他一向胆小了 不会想要做什么傻事吧 舅舅 你干什么 我来找你回去吃饭 我找你回去吃饭 我 你到底想干什么 不去工作 不去挖牡蛎 跑去当铺 又去卖血 是不是还想拿着这把刀去抢劫 是不是疯了你 你都看见了 我跟妈就知道你会胡来 不会踏踏实实地去工作 她让我跟着你 谁知道 你真的在胡来 你到底想干什么 你不要管 反正我没做坏事就是了 什么叫我不要管 我都听到了 刚刚铁熊那个手下 跟你说什么 什么三天之内把家安顿好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告诉我吧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你 你不要管 你不要问 我 我只是想在有生之年 把姐夫留给姐姐的班纸赎回来 这样啊 我死后才能安心哪 我一直都没有照顾好姐姐 所以 我就想着在最后的日子里 少一点内疚 可谁知道 天不虽人愿哪 嗯 哼 爹 别 别 浅熊 你怎么这么狠毒啊 我舅舅只是欠了你一些赌钱 这么一点点钱 你就要要他的命吗 他死了对你有什么好处 我们这个场子最讲威信了 如果每个人欠了赌债都不还 那还有什么威信可言 再说了 我这帮兄弟吃什么呀 所以啊 人不死 债不烂 我给你舅舅三天的时间够意思了 开赌场的 赚的都是黑心钱 用得着说得那么好听吗 哼 我没请你舅舅来呀 如果他欠债不还的话 我就会要他的命来敬官二爷 我跟你没什么好说的 你回去吧 哎 你要多少钱 才能把我舅舅放走啊 不多 一百大洋 这么多 那 你再给我几天吧 我这人说话是讲心语的 说好了三天 就三天 你这个疯子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我告诉你 钱我是没有的 要不你要别的吧 你要别的 我尽量配合你 你说吧 那我可要说了 我让你嫁给我 你疯了 我是不会当你的小老婆的 谁说让你当我小老婆了 我让你当我的正事人 我这个人最恨去小老婆 我听不明白你说什么 你别再拿我开玩笑 既然你不愿意 就当我没说 你可以走 算我求你吧 我求你放了我舅舅可不可以 你可以提别的条件 我会尽量配合你 你说 你非要 你非要说这个条件不可能 我娶你 是为了你好 听不懂吗 这么跟你说 一旦欠我赌债的人 我就会砍一只手 砍完一只手以后呢 有可能就会死去 如果你舅舅就这样死去的话 后面会怎么样 你知道吗 在别的场子 人不死 债不烂 在我这儿 即便人死了 账也不能赖 到那个时候 我就会把你和你妈妈 卖掉 来还我的肚债 我看你这个人 是重情讲义的人 舍不得把你 卖到妓院里面去 所以我才决定 娶你做我的媳妇 但铁熊我最痛恨那些 娶小老婆的人 因为当时打死我爸的人 就是娶那小老婆 所以铁熊在这里跟你讲 我不会再娶小老婆 这样听懂了吧 你到底想说什么 是你骗了我舅舅 让他欠你那么多赌债 你现在却说得 好像是在救我一样 我怎么跟你说 我怎么跟你说 你才能听懂我的话呢 你如果做了我老婆 那包大元欠我的赌债 也就不用还了 这不是量全其美的办法吗 你到底还有哪里不满意啊 还是故作矜持 如果你这样做 会把你救 还有你妈脱下手 你为什么把所有的事情 都算在我的头上 你真是太莫名其妙了 不管你怎么说 这件事就这么定了 明天我就娶亲了 所有的礼数 我一点都不会少 我是绝对不会嫁给你的 我告诉你 你是个疯子 好 我不勉强你 柳德 把包大元给我带上来 大夫 金陈 陈云 舅舅 放开我舅舅 去 舅舅 陈云 我要是死了 你要帮我 把我姐姐照顾好啊 舅舅 我这条烂命啊 早死早脱生啊 柳德 还不动手 是 转 救命啊 别打了 救命 陈云 住手 救救我 住手啊 我答应我答应了 你答应什么 嫁给你 柳德 放人 是 大哥 放 放 放 柳德 把他们都安全地送回去 聘礼也一并带上 虽然着急 但礼数不能少 这是作为人最基本的礼数 是 大哥 走 走啊 快点 华德 标 了 事 明天 你 这是 你 你 就是 您 我还以为这次死定了呢 想不到熊爷是认真的 春远 这次你是真有福啊 你切上枝头变凤凰了 熊爷这一村的女人都看不上 就看上你了 姐姐 这回我们要过上好日子了 你说什么 刚刚把你们送回来的人是什么人 为什么把聘礼一起送过来了 姐 我跟你说你都不会相信的 厂子里的熊爷要去春云呢 我就跟你们说 我们要过上好日子了吧 这次我们翻身了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为了还赌债 把春云卖给了赌场 姐 你说什么呢 我怎么会这么做呢 是春云她为了救我 她自己点头要嫁给熊爷的 是不是 春云 你自己说 春云怎么可以 嫁给一个开独仇的人呢 我绝不允许 姐 你不知道 那个熊爷呀 虽然是混江湖的 看上去也不怎么慈眉善目 可是你不知道啊 她不愁烟 不喝酒 她还说了 去了春云之后 她连妾都不纳 就专心只和春云过日子 她呢还不要咱们的嫁妆 她就为了欣赏春云这种 出于你而不然的品格 你说这种男人到哪儿去找啊 什么叫出于你而不然 我告诉你 我们春云没什么见不得人的 这个事情可就说来话长了 你还记不记得 当年你嫁给赵家的时候 成亲那天 一不小心有个教夫 把你摔了一下 那个教夫啊 就是熊爷他爸 真是有缘千里一线千哪 熊爷在春云满月酒那天 也过来祝贺过的 今天他竟然娶了春云 熊爷啊 那可真是月亮里的贵书啊 高不可攀 却看上我们家春云了 你说这是不是缘分啊 是不是缘分啊 缘分来了逃都逃不掉啊 那个熊爷是不是姓铁啊 对啊 没错 姐 你想起来了 就是他 就是他杀了鸿海少爷 他那个时候年纪那么小 就会杀人 所以春云嫁过去也不会幸福 我绝对不让春云嫁给他 姐 这你可就错了 熊爷当年呢 就是因为别人娶小妾 弄得自己家破人亡 按理说呀 他跟赵家是仇人 可是这次 他自己主动把仇家 变成亲家 这可真是花求上绣牡丹 锦上添花啊 好了 好了 你别再说了 我绝对不会让春云嫁给他的 他那个人这么狠毒 春云嫁给他是没有幸福的 哎呀 姐 你听我说 这熊爷小时候杀人 那是因为义气用事 你不知道啊 他现在挺讲义气的 一笑米恩仇嘛 对不对 你不是说过吗 不要春云做小妾 也不要春云做人家后妈 那熊爷这些条件都符合啊 熊爷可是有钱有势的 这下 你就做了王母娘娘了 以后想不尽的福啊 你不用再说了 我绝对不会让春云 嫁给一个开赌场 又杀人的凶手 姐 那你就是宁愿看着我死 也不愿意替春云 找个好人家 本来说啊 母舅如父 这门亲事 又是我这个做舅舅的 替春云定了的 那也是合情合理的 哎 但是你不愿意 那也就算了 我不勉强 明天熊爷的人来了 就让他把我的命取走算了 我只是 只是万般皆是命 半点不由人哪 这门亲事 你八成不会答应 我本来想 用我这辈子最后的三天 我去努力挣钱 帮你把姐夫留给你的 那个班纸赎赎回来 可是我没用 我能力不够 我拼了老命 连班纸的一个影子都没看见 我后来还去卖血 我甚至还想要去抢劫 可是我用尽办法都弄不到钱 我只恨自己 我这辈子一事无成 三天之后熊爷来了 就让他们把我的命拿走算了 像我这种人 连有个墓 以后让你们祭奠一下都不配 我死了之后 你们就直接把我扔到海里去吧 我给你磕三个头 也不枉我们姐弟一场 姐 我欠你的恩情 来世再报 你 你是不是想成心逼死我 为什么老天爷不让我两腿一身 早点死了 我就什么都不知道 什么都看不见 妈 你不要再生气了 这一切已经是定局 我就嫁了吧 妈 我人命 你不要再生气了 好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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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三天请 你打宝票让你外甥女儿嫁给熊野 我就没一天好日子过 又准备这个又准备那个 准备东准备西 准备不好 还让熊野一顿数落 我说你倒好 我说你倒好 没事挺清晰啊 哎呀 哎呀 丁野 我能说一个不字吗 哎呀 丁野 我能说一个不字吗 你快说什么呢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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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又不是不知道我这三天也不好过呀 我为了让春云自己点头我是苦肉计啊 我这两只手上全都是针眼 你看我血都快被抽干了 哎呀 我这心里呀 这是七上八下的 哎 反正呢 我们给熊野做事 给熊野当手底下人也就得命了 尽力去做吧 是是是 丁野 以后大家就是一家人了 我一定会在熊野面前多替你说好话 彼此啊 多关照 多关照 好 不跟你说了啊 我要赶着喂食去迎娶呢 没时间了 丁野 好好好好 丁野 你忙 你忙啊 哎 今天晚上 熊野宴开百席的时候 我一定请你这个大公寨喝一杯喜酒 哈哈哈哈 大公寨是吧 哈哈哈哈 丁野们走 丁野们走 丁野们走啊 走啊 走啊 哎 走啊 走啊 哎 走好啊 哎 哎 由道士 寒门时载 无人问 此时 knock以及桓江 戳海昼 打石灵都你 哎呦 arda 鲁野啊 依旧早就答应天兄 我会嫁给他 知情的一切 他都是在骗我 一开始他就是在骗我 他早就设计好了 要我嫁给这种人 来 妈 怎么了 淳云 妈没什么好嫁妆给你 就缝了两件衣服 给你当嫁妆 来 试一下 看看合不合适 妈 原来舅舅他骗我 他个天雄和谋 骗我嫁给他的 妈 妈 我本来以为舅舅改过 谁知道 他竟然想把我给卖了 他为什么要这样生罚害我 妈 舅舅骗了我 舅舅他骗了我 什么 导人把你给卖了 妈 我本来以为舅舅他会改 所以我才愿意嫁给天雄 谁知道 这一切都是骗局 他们是骗我的 我不甘心 这个打员太过分了 我绝对绕不了他 以后 他再被人开手砍将 我也不会再管了 淳云 你赶紧走 过了中午 匀卿队伍来了 你就走不掉了 快走吧 妈 可是我能走到哪儿去呢 这个岛上全都是天雄的人 我走到哪儿 他都能找到我的 那 那该怎么办 那该怎么办哪 要不这样吧 我去无人岛那边 躲一阵子吧 无人岛 木 无人岛 那上面没有很多人 我要坐山板才能过得去 我在那儿可以抓鱼 可以挖牡蛎 也可以捞海菜 那样的话 我就可以在那里住一阵子 没什么问题的 可是 这样的话对你来说 太辛苦了吧 妈 别这么说 我一点都不辛苦 我已经习惯了 只是 我 我走了以后 就没有人照顾你了 不用担心我 妈一个人没关系的 就算我去当乞丐 也不能让你嫁给铁熊那样的人 可是妈 万一 他们找上门了 那怎么办 他们上门找不到你 能把我怎么样 你不用担心 要是他们真的为难我的话 妈就跟他们拼了 不 那可不行 要是我跑了 他们肯定会先杀了舅舅 然后不知道会怎么对你 妈 你身体又不好 没办法跟我去乌人岛那边住 怎么办 算了吧 或是假了算了 淳于 妈不是指红的 妈年轻的时候 一个人可以打三个大男人哪 妈就只有一条命 和他们拼了 可是妈 绝对不会让你嫁给那样的人 淳于 只要你躲过了迎亲队伍 你就没事了 小心啊 船到桥头 自会之